他們身上有這麼多閃亮的光芒 實在令人喜愛和尊重 動力的傳源 新生代偶像的魅力 Super Idol C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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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偶像名人堂 近期兩首作品 一首是動感十足 一首是非常舒靜的作品 都令到很多朋友很喜歡 我們逐一逐一跟這位歌手聊 他就是Simon安俊豪 你好 Hello 大家好 Hello 現在很多的歌曲 很多的藝人出道 都以團體式的出道 假如有機會今天你再選擇 你會加入一個男團 還是做一位獨立歌手 這個問題你要看看我什麼年紀 如果我是十六七歲 那我會有機會加入男團 但如果是去到某一個年紀 我會覺得我自己和其他隊員 好像差一點點 好像有點尷尬 就會有這樣的情況 那我又這樣問 如果撇開年齡的話 你會不會選擇加入一個男團 或者仍然想以獨立歌手來做發展 如果你問我 撇開年齡去看 撇開所有的界限 其實我很想試一次做男團 因為我自己覺得 無論是樂隊好 男團好 都有很多的隊友 在互相支持 那種氛圍 我是很想感受的 因為其實做一個單飛的歌手 其實有很多時候 自己和自己的團隊 都會面對一些一定要自己解僱的問題 但是很多時候 在舞台上 我會看到很多片 有時候 男團某個成員 有些意外發生 其他成員就會補給 立即去支援他 那種愛 我覺得是很想感受一下 因為我從未試過做男團 或者是樂隊 所以我都很想去感受一下 你問我 但是我相信 在音樂的自由度 和創作空間上面 就應該單飛好一點 但是我也想去感受一下 做男團是怎樣 所以你問我 如果再重新去選一次的話 其實兩邊都可以 是否很空白 回答一下 因為我真的想試 但是我覺得如果音樂的創作空間 應該是做一個單飛會 因為你做男團 很多時候你的歌不是自己創作的 很多時候你都是唱別人的歌 或者甚至乎 自己音樂裡面的發揮空間是少一些 甚至乎如果你說做樂隊 我也覺得OK 因為做樂隊 都是可以一起創作 一起做編曲 所以做樂隊的主音 我也覺得OK 甚至乎其他崗位 我也覺得可以試一下 其實很同意你的說法 很多歌手我們訪問過都是 因為作為一個團體 一個團體精神來的 雖然有很多的意見 但是都是以團體為主的 但是我也同意Simon所說 那種的兄弟情 那種團體精神很重要 那種的愛在裡面是很好的 那在獨立歌手發展裡面 有自己的意見 可以自己拿捏著 譬如說有什麼意見 想做什麼曲風等等 可以單方面去看 或者單方面去做 是很好的 如果兩樣東西加起來 混在一起的話 當然是最好的 但是沒有 其實好像BIG BANG裡面 BIG BANG就是韓國的男團 BIG BANG其實他們的歌 都是自己做的 因為他們成員比較少 可能有些男團成員 是十幾二十個這樣 那就很難自己參與 那個音樂範疇會比較多 所以都會看的 看情況 可以的 你講到音樂範疇方面 其實Simon可以說 出到這麼多年 都試過了很多 不同種類的音樂範疇 跳唱有 抒情有 R&B 你說要一些BANG 聲音的都有 做了這麼多種 覺得最有挑戰性 對自己來說 會是哪一類型的音樂風格 這個問題很有深度 其實我自己會覺得 最大的挑戰應該是R&B和跳唱 因為R&B原來是 因為我還沒接觸錄製R&B的歌的時候 我其實是很喜歡聽一些外國的R&B的歌 又或者是 香港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R&B歌手 也都會唱 小時候都會唱 原來當自己錄製一首R&B的歌的時候 原來真的會有一定的難度 首先 因為自己不是完全浸淫在那種音樂裏面 去錄這首歌的時候 就好像有一點點 好像 是 在模仿這件事 多於在做這件事 所以 去到 真的如果要很自然發揮到R&B的那種感覺 和那些Groove 甚至乎 做一個R&B的歌手 我會 再深做一點 再去做一首R&B的歌 因為我自己覺得 我自己既然這麼喜歡這類型的音樂的話 我應該是要再學多些 因為在唱法上 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技巧 所以希望 以後再有機會去接觸這類型的歌的時候 自己可以做得更加好 而跳唱呢 就是 原來它的很多技巧 就在拍MV那裡 因為我自己 最近都發生了一件事 最近就是 我去某電視台做一個演出 總共整個現場的演出 我錄了兩副 有一副 我就覺得自己唱得好一點 但是 面容 表情 經理人就跟我說 喂 Simon 我覺得你第二副好一點 為什麼你會選第一副 因為我覺得第一副唱得好一點 我就選第一副 但不是 你第一副的樣子很真靈 不是太英俊 有時候我唱歌投入的時候 那個樣子就不太能控制到 而去拍攝一個快過的MV 因為你是要很帥的 一個MV裡面 你不可以太過分真靈 或者太過分用力 表情就要扭曲了 所以為了 幸好現在不是用菲林 幸好現在是用剪接 就是電腦剪接 如果不是 不知道浪費多少 要導演都會切掉那些很森林的樣子 所以 要學的是 如何能夠表達到 那個歌的感覺 那個氛圍 做到一個漂亮的樣子 其實都是很難的 對於我來說 有挑戰性 那 說起來 如果自己再想去 嘗試一些 其他曲風的歌 或者想去 好像拍戲一樣 那你總會問那些演員 你還有什麼角色你想試 那其實如果 我來講 我很想試一下 瘋狂的一首歌 譬如 搖滾得來 是帶一點點瘋狂的一首作品 我很想去演繹一次 或者在演唱會裡面 如果有一首 瘋狂一點的作品 可以帶大家入到那個 很瘋狂的氛圍 那我覺得是 對我來說很享受的 那所以 看看會不會做到 好 剛才你也提及過 有十回改變和重生 那我也想 不知道劇不劇透 下一首作品的音樂風格是怎樣的 其實重生 其實對我來說 某程度上是有幾個意義的 第一件事就是 自己究竟對於自己的 將來有什麼想法 就是想在重生裡面 表達到給大家 大家去看 第二 就是有一些方向上面 會重新去啟動 重新去啟動 第三就是 在一個形象上面 都希望有一個新的形象給大家看 所以三個不同的重生 會總合在一個項目裡面 都算是一個預告 希望大家都會有一個新鮮感 還有會有一些驚喜給大家 那除了在歌曲方面 有新的作品之外 看未來日子裡面 還有什麼大計 Simon 我自己在籌備自己的音樂 其實自己的音樂 有很多朋友問 今年Simon會不會搞 今年Simon就不會搞 有可能會是 下年或者是後年 因為我很希望 好像剛剛我所說 用音樂去串連一個 類似的故事或者一個 概念給大家去做一個 概念的演唱會 也希望可以做很多不同類型的歌 也都可以做到一些 2022年 since concert 做不到的事情 因為其實 之前去做演唱會的時候 自己有點貪心 因為這麼久以來 自己沒有開過演唱會 也都希望可以給到 不同的粉絲去聽到 自己出過的任何一首歌 所以我就把所有歌 都放在演唱會裡面 因為我一個的歌 其實的範疇都很廣 由情歌 去到R&B 去到Rock 去到快歌 所以 是有些 有可能在信息上太多 太複雜的 希望接下來 再去做一個演唱會的時候 可以由頭的第一首歌 無論入場的那個氛圍 去到尾 可以串連成一個 自己覺得很有概念的一個東西 所以現在就慢慢存在自己的音樂作品 希望可以 紐約的朋友 也有機會 如果這個 concert 可以去到紐約 去做就更加好 就是可以 希望把這個概念 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 或者可以 告訴大家 assignment 做的目標 是怎樣的東西 這樣串連一個故事 那會不會朝著這個唱作路線呢 因為我也知道你有作很多歌曲 雖然On and Off都有 那會不會說 未來日子裡面 是多一些作品 是屬於自己的作品 還是都會是 給多一些時間 去用別人的唱 我想我會嘗試 其實兩個方向都會的 因為始終做一個唱作人 有一些範疇 你總會覺得是自己做 未必有人那麼好 就是我可能做一些情歌 或是Rock的作品 又可能自己就會落手多些 那可能做一些 譬如我剛才說的R&B的作品 都找回一些R&B的人去做 我覺得成事會更加圓滿 其實我們每一首歌的創作過程 都會收不同的Demo 都自己會做幾個Demo 我們整個團隊會開會 看看我們這首歌 究竟會用什麼Demo 所以每一次 其實我們的結果都會不同 但大部分都是用自己的曲 可以用到的都一定會用的 所以自己都很努力去試 不同的方向 都在進修中 很努力 令到自己可以做得更加多 講到這些唱作路線 除了作曲之外 我也想問一下 會不會有試試 再邁進向甜詞的方面發展 或者編曲監製這一次的做法 其實你講的這件事 曲詞編監 其實我也有興趣 但我就是擔心太貪心 但我經理人就想我貪心一點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拿到一個平衡 因為作詞的確廣東話是不容易的 也可以作到自己的感受 我覺得如果能夠有朝一日 做到一首自己填詞 和自己作曲的作品 也是一首很棒的體驗 釋負以待 正在努力 其實每一次我做Demo的時候 都很想把自己那些 不是那麼好的字放進去 但我又很怕影響到T-Rex 所以我有時候都自己秘密 都在練功的 很厲害 那編曲方面 也都和監製會多些溝通 其實自己很多時候 都會有很多不同的想法 也都會和編曲的人 或者和監製去溝通 很希望自己可以落實地 自己做一次 也有機會 好的 也都會不會有機會 現在很流行合作 會不會有機會 會和其他歌手 女歌手 男歌手 合作一下唱這些歌曲 其實很想的 我自己是很想和一位女歌手 做一首合唱歌 我自己覺得合唱歌 有時情歌 有時情歌 合唱的情歌 那種感覺 是獨唱做不到的 真的 真的 因為我們小時候 可能去聽很多不同的 就是可能 阿克勤 甚至乎 去到Ethan 有很多不同的 甚至乎 去到Stephy 和方力生 都有很多不同的情歌 出現 而我希望 自己都可以擁有一首 合唱的情歌 也都是一個成就解鎖 相信對我自己來說 亦都如果是我自己 才能夠可以作一首 那就完全完美了 都在默色 看看我找哪位女歌手合作 哈哈 我自己 你問我 我一直都很想和阿K合唱這首歌 是的 但是 看看有沒有這樣的機會 又或者 看看會不會默色到其他女歌手 我相信未來日子裡面 一定是願望成真的 有機會和你夢想的歌手裡面 一起合作 差不多到尾聲了 Simon 其實在我們的美加地達裡面 很多新的朋友 新的歌曲都在我們裡面 宣傳推廣的 你有沒有來過紐約 沒有 沒有嗎 但是下年有機會來一次 我很多的 我大部分的親戚 佔了七八成都在美國 是的 我的舅父阿姨 全部都在美國 之前也答應過我表妹去看她的婚禮 但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最後過不了她 最後她要回來自己擺集 所以我都爭過一次 也有機會再來 過來美加 其實在加拿大我也去過一次 加拿大之前有一個演出 就在溫哥華 是的 也都留下了大概三四天 去留下了三四天 因為那時候星光大道 其實都有很多加拿大來的朋友去參加比賽 那時候我是一個宿舍的舉辦 因為我當時比賽的時候 他們很多時候過來 都是沒有一個地方住 都會住酒店 住青年女社 那時候我和我媽媽都覺得 我們家裡都可以收留多幾個朋友 所以那時候就收留了他們很多人 所以我現在去到加拿大 他們就可以收留我 收留我 也挺好的 是的 有時候都會想過加拿大玩 Simon 我們今天這個節目 第一次的嘉賓來到現場 都要玩一個小小的遊戲 叫做二選一 你覺得自己優柔寡斷 還是當機立斷 是優柔寡斷得很厲害 我希望我凡事做決定 都會想很多 有時候我經常會說 你會想太多了 你不要想過 做就是這樣 希望我玩這個遊戲 可以快一點 OK的 這些遊戲 好 先進去 好 兩個情況 第一個就是 三日三夜 不停唱歌跳舞 沒得睡 沒得吃 另一個就是 三日三夜 你喜歡吃什麼就吃什麼 你喜歡什麼時候休息就休息 但是不讓唱歌 你選哪樣 我會選三日三夜都唱歌跳舞 多於三日三夜都吃可玩樂 即是不停的 因為為什麼 其實都會有一個契 因為我自己在腦裡的想法就是 你三日三夜吃可玩樂 其實隨時都做得 隨時只要你停了自己身邊所有的事情 其實你就做得 是的 但是三日三夜 不停唱歌跳舞 對我來說 我會享受 如果有一個契機 讓我做這件事 好的 好的 好 假如有一個真人秀 要你去兩個地方 而選一個地方的選擇 第一個 要你去墳場過夜 接著 要你去一個知名的 鬧鬼酒店過夜 做這個真人秀 你會選哪一個地方呢 鬧鬼酒店 為什麼呢 很猛鬼 因為其實我自己是 不是很喜歡在室外過夜 因為之前我也試過露營 我是搞不定 因為人們沒得洗澡 我相信墳場也應該沒得洗澡 所以我比較喜歡 洗完澡才睡覺的人 所以我會寧願選鬧鬼酒店 最多的窗簾 最多的冷氣 或者那個浴簾飛來飛去 如果他不弄到我 我便可以去借票 還可以的 去到無人島的時候 有兩樣的食物給你選擇 一樣是你不知道 它有沒有毒的野果 另外一樣 就是你很成功地 找到一塊半塊的麵包 但是裡面有蟲 那你會選哪樣呢 待會野果裡面有沒有蟲 我不知道為什麼 野果也有蟲 野果沒有蟲 不知道有沒有毒 對 我想 真的很難選擇 野果 野果 如果本身那個有蟲 你本身它已經 吐到出蟲 情況下 那塊麵包已經變壞了 變壞了 就一定頭痛 在一個無人島裡面 如果你吃了一種 這樣的食物 會令到你肚子 會令到你肚子 會令到你的瘦能減短 所以如果麵包對我來說 應該是一個 一個差的選擇 所以野果都應該還有生存的空間 我是不是想太多了 哈哈哈哈 我是想太多了 太褲子 最後一條問題問你 關於跳舞的 假如同一個時間有兩個邀請 一個就是叫你上去跟Blackpink一起跳舞 一個就是叫你跟BTS一起跳舞 那你選擇是Blackpink還是BTS呢 我想會是BTS 男團為什麼呢 因為我很想試一下一個團體 因為我覺得 現在暫時沒有男女團 通常都是男團 要是全部女團 而BTS給我的感覺 第一他們的舞很難跳 第二他們那個團魂 他們叫團魂 他們那個團體精神是很強的 他們那個練舞是很集中的 很地獄式的 我很想試一下跟他們表演 一起去跳一隻舞 那BTS我相信會是 因為你想一下 如果要跟Blackpink去 同一個地區表演 即是Blackpink的地區 我要全扭 就是我們跳一些女團的舞 就是我搞不定 我受不了 所以我跳回男團舞會好一點 好啦 無論跳什麼舞的話 我雖然都難不了你的 Simon 希望能夠在未來日子裡 我們真真正式的 紐約在舞台上見到你 真的都沒有給我們看 行不行 好啊 好啊 可以啊 可以啊 可以吧 好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很感謝Simon 抽時間 我們空氣中 跟大家說一下近況 宣傳一下最新的作品討料 好啊 在未來日子裡 無論是什麼歌曲 或是什麼活動都好 第一時間我們1480 都起碼能夠推廣到 那就記住了 下一次記住有新歌 開頭的時候 不要忘記到我紐約朋友 來再宣傳吧 好啊 一定會過來 有機會的話 好 那有什麼想跟我們紐約的朋友說一下 紐約的朋友仔 大家好啊 我再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安俊奧Simon 亦都是一個唱作的歌手 剛剛推出了一首歌 叫做好料 接下來我附續都會推出不同的歌曲 希望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這個歌手 亦都留意一下我們的團隊 我們團隊都做的音樂都是非常好的 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支持 是的 這樣吧 謝謝你 OK了 拜拜 OK 拜拜 拜拜